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旧将垃圾放在楼道 西东水库出现加固工程的目前已经进入到扫尾的阶段 预计本月底将具备供水的条件 每到冬季下面的天空就会有不少的大鸟飞过 这些大鸟是大雁还是炉瓷呢 稍后来了解 还有骗子假冒客服利用网络借贷平台诈骗 不少市民被骗 大家要注意防范 好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为了更好地把垃圾分类落实到位 今年9月份左右 我是不少高层住宅 都把每层楼原有的垃圾桶撤走 取而代之的是每栋楼下面集中摆放的分类垃圾桶 不过最近有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 居民觉得把垃圾桶撤了之后 他们感觉很不方便 于是现在每天习惯性地把垃圾还是放在楼道里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居民的反应 记者来到了湖里区联发新天地小区 在其中一栋居民楼上 记者看到 楼道里原有的垃圾桶已经被撤了 整栋楼的垃圾都集中堆放在楼下的分类垃圾桶里 但在部分楼层垃圾桶原有的位置上依旧有不少垃圾 这些垃圾大多数都没有进行分类混装在一起 记者清点发现这栋楼一共有17层 其中有6层的楼道里都摆放了垃圾 和其他楼层不同 我们在6号楼的4层是发现在楼道里 业主是自己制作了这样的垃圾分类的标识 并且根据标识在地面上的垃圾 也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类 看到这种情况 记者找到了在这里设置标志的居民傅女士 傅女士说她自己是支持垃圾分类的 可自从小区每层的垃圾桶撤走之后 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不便 每个人大家都拎了垃圾往下走 然后那个垃圾那个厨医垃圾 那个脏水什么滴的 整个电梯到处都是又脏又臭 而且这么多人上上下下整天 本来你没事是不用去坐这个电梯的 对吧 那你变成现在就为了一个垃圾 大家都要跑好几趟 傅女士告诉记者 现在为了方便 她还是将垃圾扔在楼道里 但配合垃圾分类 她就自己设立分类标志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自从撤桶之后 小区里一千多户居民中 大多数都能将垃圾扔在其中的 分类垃圾桶里 但大概有近20个楼层的居民 却不配合 所以保洁人员也只好 每天都去楼上清理垃圾 可清理出来的垃圾 很少有分类的 大部分还是混装 一些将垃圾扔在楼道里的居民表示 他们只是想用这样的方式 去表达自己的不满 希望物业能够将原有的垃圾桶 再放回楼道 厨余垃圾就一点点 每天煮饭都一点点 你无数次的上下来回 每层它本来就有两个桶 一个桶嘛 那你现在两个梯 两个梯才四个桶 那放不下就放得很乱啊 所以搞得到处都很脏 在采访中我们的记者呢 也了解到现在小区里的这一份居民啊 这个每天呢 把这个垃圾扔在楼道里 物业也只好安排人每天去清 而且这部分居民 大多数的这个垃圾分裂工作 都没有做好 这样就感觉高层撤掉垃圾桶 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不过呢 这一部分居民有自己的看法 采访中一些居民表示 由于撤桶之后 垃圾桶都集中在了小区楼下 每天晚上到垃圾产生高峰期时 就会出现垃圾溢出桶外 随意乱扔的情况 物业方面表示 实行垃圾分类初期 他们的确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不过现在已经通过增加垃圾桶数量 解决了垃圾桶不够用的问题 另外这一部分依旧将垃圾扔在楼道里的居民表示 垃圾分类他们支持 但希望物业能够在每一层楼都设置分类垃圾桶 这样既方便了居民们的生活 又能够做到垃圾分类 但物业方面却表示 这么做的实施难度很大 首先是一个费用的问题 这个桶我们预算了一下 大概要十万左右 费用是一方面 然后后期的也是一个垃圾袋 垃圾袋也每年的成本增加的话 也差不多五六万这样子 因为它是长期的 我一天都一千多个袋子要使用 物业是没有这个能力 关键就是谁来去监督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 根据规定我是岛内每三百户居民区配备一名垃圾分类督导员 可如果每层都设立分类垃圾桶后 让督导员去监督基本是不现实的 如果监督不到位 反而不利于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 随后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市垃圾分类中心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表示 为了促进垃圾分类 我是高层小区全部撤桶 已经成为今后的目标 也是垃圾分类的必经之路 如果是桶没撤下来 等于说我感觉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工作可能就会留一种形式 本来那个垃圾桶放在楼道 大部分都是占用下方通道 有利不逾犯 我们就下方通道 下方通道按照它的规范要求 不允许被占用了 需要接到社区 居委会 业委会 物业等等 各方面要去做一下 那个什么居民的思想工作 要改变一个习惯很难 但等到你习惯改变完以后 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 记者雄伟 杨仁杰报道 西东水库位于听溪水库的上游 是听溪水库库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这个水库服役已经超过了半个世纪 设施老化 去年年初水库展开了建库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出现加固施工 预计本月底 西东水库就会重新具备供水的条件 届时西东水库将作为听溪水库的补充水源 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同安 祥安两区的供水压力 记者在西东水库看到 水库已经开始重新蓄水 在水库大坝旁 新放水寒洞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 寒洞内壁已经完成了喷浆作业 接下来将进行出水口最后一段 60米的压力钢管安装 现场施工人员说 这条新的放水寒洞全长402米 与旧放水寒洞相比 不仅过水量更大 而且更加安全可靠 在新放水寒洞打通之后 今年7月 旧的放水寒洞已经被封堵 今后 西东水库的水将通过这条新的放水寒洞 流向听溪水库 原来的旧放水寒洞是经过大坝 这个是没有经过大坝 对于大坝不会产生一种危险源 现在这个洞 开挖直径是2米6 然后二称完毕是1米8 原来是旧的最大的放水寒洞是1米 效率提高很多 经过发电站 然后就直接流到听溪水库 此外 西东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最重要的节点部位 水库起壁机房 也已经完成了主体建设 进入到设备安装阶段 现场工作人员说 目前起壁设备已经全部进场 正在等待安装 一旦起壁设备 与早已安装到位的闸门连接好 水库就将重新具备开闸供水能力 目前西东水库的水位已经回升到了113米 蓄水量也达到了340万立方米 一旦西东水库起壁机房完工 听溪水库又将汇入新的水源补充 目前它那个闸门是属于关闭状态 是属于吸水的状态 那等这个起壁房这边设备安装好了之后 它就具备了一个开启的条件 我们就会根据这个市局的要求 就是说可以随时开闸放水 然后就是对天气水库的这个水源进行一个补充 这样可以确保说我们同安小岸两个区的 那个居民的生活跟一些生产的用水 记者公家黄车报道 厦门是全国重要的水产品产地 拥有200多家虾苗的养殖厂 产量呢占到了全国市场的30%左右 为了提高这个苗种的质量 同时推进厦门水产行业的品牌化 这段时间海洋渔业部门正在着手 水产养殖的标准化建设 一起来了解 每年的10月11月都是虾苗苗种行业的准备期 今年我是四家水产公司 就趁着这个时间展开了标准化建设工作 位于祥安的这家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近期刚刚引进了一套水处理设备 从外海采来的海水通过过滤砂缸 蛋白分离器 精密过滤器 紫外线灭菌器之后 可以降低水中的悬浮物质 氨蛋亚硝酸盐指标 并有效杀灭水中的常见细菌 另外这家公司还专门引进了一套 虾苗的体检设备 实验室条件比较有限 没办法做到这一块 就是说它可以在产前产中产后 各个环节都可以做到一个病毒的检测 这样离婚报告我们可以提供给它 是海洋与渔业研究所方面介绍 目前我市共有200多家虾苗厂 产出种苗量占全国市场的30%左右 此次开展的水产养殖标准化建设 将会率先推出一批品牌化虾苗厂 规范这些虾苗厂的技术 确保虾苗的质量和成活率 再将经验向全市推广 要提高一个苗种质量 要稳定苗种质量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要 可持续发展的话 就是说在病害这块 能够有效地在源头 能够得到控制对比来讲 像他们的话大概价值 没万为的价值都比他们高出几十倍 记者王玉坤 吴国豪报道 每到冬季 厦门的天空 就会有不少排成一字形 或者人字形飞行的大鸟飞过 不少市民就认为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课本中所学的 大雁南飞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实际上这些鸟并不是大雁 而是来厦门过冬的卢瓷 那么卢瓷和大雁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来了解一下 清晨六点多 卢瓷的先头部队 已经出现在厦门上空 不过这时他们并没有排队而来 而是在空中随意飞行 到了云当湖靠近体育中心上空的位置 他们开始盘旋探路 准备落下 紧随其后 一批又一批的卢瓷纷纷赶来 到上午7点10分左右 云当湖湖面上 已经聚集130多只卢瓷 他们像鸭子一样浮在水面上 紧盯着湖里的情况 一旦有食物靠近 马上一头扎进水里去觅食 等到他们再浮出水面时 嘴里已经叼着猎物 随后伸长脖子 享受其这顿美味来 官鸟爱好者介绍说 厦门其实是卢瓷门的餐厅 而卧室就在与厦门一水之隔的金门 果不其然 一会儿的功夫 这群卢瓷已经吃饱喝足 并分批次往金门方向飞去 则使他们则排起了队 就像市民们看到的一样 一会儿是人字形 一会儿是一字形 官鸟爱好者说 虽说卢瓷排队的方法跟大雁一样 但由于大雁是吃素的 主要食物为植物的嫩液细根 需要有宽阔的水面和湿地 而闽南地区这样的生态环境相对较少 所以大雁不会选择来厦门过冬 如果想要分辨大雁和卢瓷的话 其实只要看鸟儿的身材和肤色就可以了 卢瓷颜色它整体比较乌黑发亮的 飞行的时候它体现出来是一种 比较黑的颜色 大雁一般是属于灰的 体态的话 卢瓷是比较大 然后它比较瘦长 大雁是比较胖的 比较圆的 据介绍 来厦门过冬的卢瓷 会待到明年春季 大约四月份就会飞回北方去繁殖 到了明年冬天 他们又会带着小宝宝再次光临 市民们想要欣赏卢瓷的话 可以在厦门的云当湖 原博院 五元湾 马鸾湾等地 不过要注意 早起的人儿才有鸟看 记者王玉坤 段志伟报道 昨天晚上 五地全西光影艺术展 在闽南古镇展出 同时呢 现场一场 突如其来的人工降雪 又将人们带入了一片银色的世界 北俄毛大雪覆盖的闽南古镇 荧光闪烁的雪花是梦幻的 更是欢乐的 通过人工降雪的方式 将真实的下雪场景搬到厦门 不少市民游客在见到雪景后 都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而在夜幕下 古镇里的建筑在全西投影下 变幻万千 七个小矮人 闽南古建筑等主题 在土楼中动了起来 据了解 在平安夜圣诞节期间 这里还将有圣诞老人 驾车穿梭于建筑之中 另外随着音乐自定义颜色形状的时空之门 150个绚丽的灯光水母 以及一接触就会出现不同变化的彩色像素墙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 都能在这里找到不一样的乐趣 据了解 五地全西光影艺术展将持续到1月18号 期间每天晚上7点 每隔20分钟 现场就会有一场人工降雪 因为我们所有的体感的部分 来随机互动 不是说固定的编程 这是我们这次主要的一个亮点 那其他的话 裸眼的部分 就是我们采用 包括以往的VR这种格式 把它去掉 做成裸眼化 记者王玲玲 王汉阳报道 下一集还将看到 初遇三天再次盗窃一男子被抓 欢迎回来 是我们考评人员在近期走访中发现 雨后南里小区公共部委 存在突出的脏乱诗管现象 收入询报 我们来关注 雨后南里小区位于精敏中心酒店旁边 是一个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 通过走访能看到 小区公共部委的环境管理缺位 原有规划中的绿地不是没人管 就是被硬化侵占 挤出仅存的绿地无人管护 长势杂乱 个别区域有种菜的现象 绝大多数绿地被硬化 用来停放车辆 小区临雨后路一侧 随处可见衣物亮晒和绿地荒芜的景象 因为靠近学校 不少共享单车被丢弃在小区公共部位的各个角落 更加剧了小区的脏乱 走访时小区居民反映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小区公共设施老旧存在隐患 曾有附近学生不小心踩翻了化粪池井盖掉入 另外精敏酒店存在侵占小区通道 设置绿花带的问题 导致通道变窄 救护车难以进入 考民人希望上述问题能够引起属地云当街道的重视 针对老旧小区存在的问题 对正采取相应措施 记者刘沃华报道 因为盗窃被判刑七个月 除雨三天又重操就业 近日一名男子在殿前辖区内盗窃电动三轮车 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一伸手又被民警给抓了 本月十号上午 燕先生通过微信向店前派出所民警报案称 十号凌晨 他将自己的一辆电动三轮车停在中普社一家超市门口 早上九点准备汽车出门时 三轮车已经不见了踪影 接警后 民警察看了超市附近路段的监控 发现凌晨三点左右 有一名行迹可疑的男子出现在电动三轮车旁边 到走电动三轮车后 嫌疑人骑着车辆前往中宅社区 就当大家以为嫌疑人赶着要去销赃时 狡猾的嫌疑人却在中宅附近逛了起来 12月11号凌晨五点多 当这名嫌疑男子再次出现在中宅附近时 遵守的民警立即上前将他制服 据嫌疑人杨某交代 他本月7号刚刚被刑满释放 8号到10号这三天 每天凌晨他就到中普社中宅这一带进行盗窃 三天时间偷了三辆电动三轮车 凌晨时分盗窃车辆 天亮后杨某骑着脏车到城中村和一些摊贩进行交换 有时换一部旧手机 有时换一些零钱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谢从斌高志强报道 双十二刚过年货节又要来了 正是大家上网购物的高峰期 这时候如果你接到快递客服的电话可得小心 因为最近在厦门工作的陈女士就中了假客服的圈套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11月底陈女士网购了一个39元的收纳箱 但近半个月都没有收到货品 陈女士多次和店家联系咨询未果 索性上网申请了退款 第二天陈女士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快递客服 说因为仓库发生事故造成包裹损坏而未能送达 所以将以三倍的金额赔偿陈女士 有了就是你的真实的数据 首先他知道你的物流信息 确实是有这件事情发生了 并且你没有收到这个东西 所以他说提出要三倍赔款的时候 其实我是没有怀疑他是骗子的 随后对方称要将赔款退到陈女士的支付宝 但又以陈女士的芝麻信用不足780元 无法退款为由 让陈女士在支付宝中注册来分期的账号 并申请2700元的额度 没多久一名自称是来分期客服 又主动添加陈女士支付宝好友 发了一张已向陈女士成功转账2700元的截图 并表示扣除给陈女士的三倍的赔偿152元 陈女士还需要还款2548元 同时又发了一个支付宝二维码 让陈女士扫码还款 陈女士信以为真 于是向对方转账2548元 可转账后的第二天 陈女士居然收到了网上购买的收纳箱 越想越不对 陈女士赶紧向警方报了警 我没有意识到来分期它其实是一个借款平台 就如果大家知道来分期是一个 你在上面借钱的平台的话 那你就能很清楚的意识到那2700块钱 其实是你从来分期上借的钱 而不是骗子转给你的钱 释反诈骗中心表示 向陈女士这样 因为快递信息泄露而被骗并不是个案 这些案件多是骗子掌握个人信息后 在受骗人对网络借贷平台的功能和业务 不熟悉的情况下 射套进行诈骗 警方提醒市民接到类似客服电话 应谨慎核实 不要轻易相信对方说辞 以防上当受骗 本台记者报道 广告后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这结果显示 今天我是空气质量的各项指标 除了二氧化氮PM10PM2.5浓度 在两级其余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71 空气质量为凉 少污染物是PM10 另外今天是周末 我们也来总结一下 本周各个区的空气质量情况 本周空气质量最好的 我们看一下 是海仓区和同安区 其次是吉美 祥安 斯明 还有湖里 湖里区这个空气质量 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 是二氧化氮PM10PM2.5的浓度偏高了 近日北京广阳谷城市森林正式开放 占地总面积是3.4万多平方米 城市绿地并不稀奇 但是被称作城市森林的广阳谷 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过去不少城市在氯化中都强调要保护和增加生物多样性 但在实践过程中 缺少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考虑生物多样性 忽视了物种的生物适应性问题 也忽视了乡土植物的应用 导致绿地绿而不活 生态功能不高 维护费用过高 城市森林突破了以往一味强调美观的氯化思路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营造静自然的森林生态系统 首先是外观的静自然 通过植物选择配置方式等营造森林景观 其次是功能的静自然 营造具有森林功能的绿地和植物景观 不仅发挥进化空气 含养水源等生态功能 同时也能为众多小动物提供食物来源和栖息地 形成自成一体的森林生态系统 以北京核心区首座城市森林广阳谷为例 桥木 灌木 草本植物 藤本植物 竹类 苔藓第一 各种类型的植物应有尽有 抬头看有大窝的喜鹊 扒开泥土还能看到活动的蚯蚓 区别于一般的绿地和公园 这里的落叶并没有被清理 而是一层一层的垒在地上 以落叶为肥浸喷农药 同时用碎石子铺路 这样雨水就能够全部回贯利用 既滋养土地又给鸟兽提供水源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还可以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量 少污染物是PM10和PM2.5 好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群广场的全部内容 今年10月份海舱区委宣传部 和厦门广电集团联合主办了 文明路导点赞厦门 我们一起来朗读活动 稍后播出的十分关注特别节目 文明论坛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也欢迎您继续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